大家好 最近关于娘炮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官媒在前几天提出了这个油头粉棉A41 脚肉造作兰花纸 什么形容这个艺人圈啊 演艺圈或者这个娱乐圈里边 很多的这种偶像啊 都是这种娘炮的形象 对此进行了一个批判 我想谈一下吧 对同志这个人群的影响吧 还有就是同志怎么去解读这个现象吧 首先我们这个群体啊 尤其我不太喜欢讲娘这个词 我喜欢用母 就是母起来 很多人是天然的母 一种刻意的母啊 这是不一样的 像在娱乐圈里那些人 我觉得就是胭脂器比较重吧 就是属于喜欢涂脂抹粉 喜欢走中性化的路线 那么在Aloha 就是我们同志圈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同志交友的一个软件 在9月10号的时候已经发布了一条系统的公告 就是禁止使用反串头像 因为过去的同志很多是喜欢用女装的那个头像 来达到他的一个交友目的 还有的呢 直播内容不得出现反串或者不文明语言 反串的内容呢 也不能出现在热门 然后直播的内容如果过于娘炮和夸张的话 就按低俗来警告 在另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软件 叫Blue的 这个好像据说啊 因为我很久都没有下这个软件了 他们是不允许这个女装在出现在直播里边 这个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留个言 交流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过去那种女装的主播现在都要转行做其他的了 对吧 那么Blue的是他的母公司是蓝城兄弟 蓝城兄弟在去年啊 2020年7月8号就到北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了啊 他是全球第一只粉红经济的这个股票 然后也是一个中概股 挺风光的 当时我看开盘的时候价格是16美元 最高撑到了25美元左右 但是再过了一年多一点吧 再回来看这只股票现在已经市值跌到了3块3美元多 也就是将近跌去了87%的这个事实都没有蒸发了 股票是一落千丈 这个曾经挺辉煌的这个粉红的低股 现在的这个结果确实是挺让人唏嘘的吧 我记得当时这个Blue的CEO就是马保利先生 曾经在敲钟的那一刻啊 上市敲钟那一刻 他说是激动的留下了人生的第一次泪水 到了现在呢 有点往这个仙谷的趋势去走了 挺感慨的吧 我确实觉得 就是说现在管的是越来越严格 而且这个同志的这些软件的生存 我是持有一个很悲观的感受的 有的人可能觉得同志的很多的母或者娘 他是一种刻意的 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由这个小的时候啊 上小学之前 幼儿的时期 婴幼儿时期是由妈妈呀 奶奶呀 带大的这种情况下啊 从小就是母亲给他带到女澡堂子里啊 接触过多的女性 当女孩去养一个男孩 当女孩养的时候 他就会在这个婴幼儿时期 学会了很多女人的东西 就是形成了这种性格 稍微偏阴柔一些 就是导致这种阴盛阳衰 对吧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 也就是刚上小学那时候 曾经跟我爸和他们的同事 有一次去白洋店 夏天的时候 因为那边呢 比较凉快啊 有的时候还有这种那个芦苇荡可以去看 当时的住宿是他们的男同事在一堆 女同事在另一个屋子 那我起初是跟男同事在一块 他们男同事皮糙肉厚的 无所谓啊 不挂蚊帐 不点蚊香 还抽烟喝酒的 弄得乌烟瘴气 最后还 因为那地方有很多的芦苇嘛 经常被蚊子钉啊 钉得我得浑身起大包 就是成一个包人 那我当时也受不了了哈 也对那个环境特别的厌恶 后来我呢就扎到了他们女同事的那一堆 这个都是挺好的啊 经常有这个又有蚊帐 又有这个女同事陪着一块聊天也没人抽烟 对吧 还睡觉还挺早的 结果呢就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 耳濡目染的就接触到了一些女人的喜好的东西啊 他们也教会你去怎么打毛衣啊 怎么去挑皮筋啊 怎么去玩女生的这些运动啊 哎 长大了以后啊 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 就是女性喜欢的东西怎么样 带回了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虽然那时候哈 在初中高中 还是男人就一定要玩男人的游戏 女人一定要玩女人游戏 但是从那以后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这种在女人堆长大的 会培养出一种这个心态 会就更精致一些 心细一些 会怎么样 更懂得呵护自己 然后呢 平时可能你会使个防晒霜 然后去多加一些保养品啊 怕自己老掉啊 更在乎自己的仪容仪表 而很多的同志是 由这方面转变过来 他有一些娘 有一些母 对吧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男性有的时候是一个看外表 决定一切的生物啊 男同志之间肯定是男人吸引男人嘛 那你怎么让男人取得欢心啊 看上你啊 那么你就得要多注重自己的外表 把自己捣吃的干净一点 漂亮一点 是吧 好看一点 其实男人都是一样 这种心态导致了 很多人比较注重外表的这个精致 然后呢 比较的阴柔一些 比较的涂脂抹粉 腌制器重一点 这就是这么导致的同志母的一个根源所在 再说一下反串吧 反串低调低调 把它降温 其实我呢 过十几年前 我就看过北京很多的同志酒吧 包括一些直男酒吧 也有一些反串表演 就是一些同志啊 戴上假发 画上女装 然后进行的这个唱歌啊 跳舞啊 那个时候有很多非常出名的北京的同志名媛 他们专门是画女装 然后能言善武 婀娜多姿 甚至比女人还女人 而且主持的时候 特别会带动整个全场的气氛 抖的那些包袱都特别好笑 比如像过去有什么四大牡丹在北京啊 王大圈 林一连 冰雪 那些人 还有主持人里的巴敦 都是特别特别的 可以叫他们为一个反串的艺人都不为过 就是他们真的比女人还懂女人的这些套路 但是随着后来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吧 每个人都可以去表现自己 以至于让后来就是变成很低劣的模仿 和低俗的庸俗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比如像现在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是你似乎就是那种蛇精脸 下部科像锥子一样 那种就是美 然后就是就能取得男人的欢心 或者脸上涂二金粉 看不出自己是什么妖精还是人了 那种样子 还有的就是抖的那些包袱都特别的低级下流 我看有一个现在著名的反串的直播的播主 就是那天我一看他就在讲说 哎呀男人都有垮臭味 大部分男人的那个臭味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还比划一些的一大堆粉丝哈哈大笑 就觉得很认同他的东西啊 然后这种盈盈竹臭之笑 让我觉得很恶心 我并没有感觉出他们有多么的上得了台面 知道吧 就是这种反串是被玩坏了 就有点玩的非常的庸俗化了 还有一个玩坏了 庸俗化的就是旅游自媒体 因为最近有几个朋友给我私信 就说哎小叔 能不能跟你建议一下 咱们一块去西藏 或者建议你去新疆 到那边去旅游 给我们拍一拍 或者咱们大家一起去玩一玩 我对那特别像吗 我说免了吧 坚决不去新疆西藏 为什么 前几年还有这个神秘感新鲜感 现在你要再去烂大街了 你看是个旅游自媒体的人 都要什么买房车 摩旅 开着车往新疆西藏跑 据说哈 你要去西藏拉萨的停车场 你看哈 一半以上的车 全部都是搞自媒体的 就是拍小视频的 或者拍抖音的 占一半以上 打开任何一个自媒体 你都可以看到 新疆西藏的任何一个景点的拍摄的视频 而且拍的极端无聊话 就是这几年 这个新疆和西藏的神圣感 在我的心中至少是荡然无存了 那么你说 还有没有让我在去那的动力了 没有了 现在那地方已经被玩坏了 再有一个玩坏的地方 是北京的同志公园里的牡丹园 最早的时候 牡丹园的气氛很好 就是同志之间交友娱乐 开个玩笑 然后你要找个朋友 都能在那找到 就是在07年之前 但是07年之后 慢慢的就变了 变了智 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好了以后 就有很多的坏事就发生了 有MB去了 有抢劫犯去了 有赌博的去了 有化女装卖淫的就去了 这些人蜂拥而至之后 把这个整个一个很好的气氛 全部打破了 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同志化 瓦方电化 或者叫内卷化 就是属于那种粗略的模仿山寨 不顾及不遵守规则的人 多了以后 整个把这个行业就给毁掉了 以至于过去的那种美好 就是昙花一现 新商水平呢 也在逐渐的下降 表演那么的低劣 表情那么做作 办不了美 我就办丑 是吧 用那种养丑 媚俗的这种东西 他们美其名曰叫行为艺术 我觉得简直就是糟蹋艺术 是吧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吃完饭看他们 你绝对能够这个减肥 就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说女装啊 现在怎么说反串女装 跟过去我看到的那个时代 完全不一样了 真的 也不要太怪 国家去整治吧 我觉得整治有的时候是结果 那你看到原因是什么 有因必有果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轻易的会把一个东西就玩坏了 就给弄得很庸俗化了 模仿山寨到那种不堪入目的境地了 真的是太乱了 还有开头我说的 为什么我的那个百态人生这个栏目啊 就是经常会访问或采访一些国内的同志啊 他们的视频少了 这是因为他们不敢上呢 很多人是有顾忌了 因为我这个频道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下呢 大多数人他现在也知道这个大环境是怎么样的 所以开始追究自己的言行 审查自己的言行吧 包括过去曾经发过视频的一些小伙伴 现在也在说 你怎么还留着我那些视频呢 你怎么还不删掉啊 就是说现在大家一个个的都活得比较的谨言慎行 或者叫当人一面 被人一面吧 这叫国人那种心态 两面人 就是说我很多的话 我不能够直接在公开的场合 有影响力的地方去说 如果我说了的话 未来可能会对我造成一个影响 对吧 我们在单位里也是哈 对着领导你说一套话 回到家里你说一套话 那么对着父母 你去表现出自己很爷们 跟其他的好友 你可能就母起来了 对吧 公开场合一套言辞 私下场合另一套言辞 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做法吧 所以我请大家能够理解吧 就是没办法 这也是我们现在现实所逼迫的 而且第二点呢 就是网络暴力确实很严重 在我的评论里边 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不理解和谩骂之声 是多起来了 就是因为现在的网民 基本上就是看你立场啊 你只要立场跟他对 对的情况下 一切都OK 他说什么都行 但是你跟他立场是对立的话 他认为你这人就一无是处 就是人渣 然后就开骂 对吧 而且骂很难听 所以你要不然 你在网上发表言论 你就得极左 要不然就极右 你才能笼络一批人去帮你 你如果是一个合适老 你在中间啊 你不左不右 那么很 左边人也会骂 你右边人也会骂 就这种情况 就是立场先行 在网上极端化的思想 非黑即白 我过去谈过 很严重 不看你内容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出来 主动的提出一个观点 一个道理 如果他提出来的话 他会遭到很大的攻击 包括我以前的那个 对美国呀 对他自己个人 对社会的一些看法 结果底下一堆人去骂他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那你觉得他以后 还会不会再出来跟我这儿 谈论自己的看法和心生了 不会了 他就隐藏自己吧 对不对 还有人有这种片面的猜忌啊 就说我跟过去的某一个朋友 是不是友谊的小船 已经翻船了 其实是没有的事啊 我们私下里还保持着很 就是很密切的来往啊 只是因为我现在 时间上跟他契合不到一起去啊 所以呢 现在没有再邀请过去的很多朋友 来到这个视频里边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啊 我还是请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我尽量呢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关于除了吃喝玩乐的 其他的关于观点方面的 那有一些朋友真的不愿意上镜 那这种情况下 我呢 利用转述的形式吧 把国内的一些同志的朋友的心声呢 通过我的嘴讲出来 免于让他们受到这种伤害 您觉得这种形式能不能接受 您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 那今天就由这个油头粉明A41 脚柔造作兰花纸 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